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這隻新兼行政會議成員的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 久不久就會出來喊兩聲 防止市民忘記了他 而在今天他又出來拋市民浪頭 在講下去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憶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這隻葉劉究竟說什麼呢 首先他就說支持 容許那些住在大陸的香港人進行境外投票 不應該再拖延 對於民主派關注海外的港人投票權問題 葉劉就說很多移居去外國的香港人 就已經入籍了外國 根據國籍法 他們已經放棄了中國國籍 而根據入境條例 非中國籍的居民 如果三年之內都沒有回香港 就會喪失居港權 也就是代表著 他們不再屬於香港永久性居民 故此就會失去投票權 跟著這隻葉劉 又幫在大陸居住的香港人進行境外投票 要來辯解 雖然本地的法例規定 選民必須要在香港通常居住的永久居民 但英國的案例指出 一個人通常可以有兩至三個地方通常居住 葉劉就認為只要一個人自願居住在一個地方 而且有定居目的 就可以被視為通常居住 故此 在大陸居住的香港人 極有可能符合通常居住的條件 這些就是極盡禮橫節曲之能事 不過不要緊 你是硬要推行這個在大灣區投票的 香港人以現在這種狀態根本上也阻擋不到 只不過你就找這個投票權出來說事 煞有介事這樣說到又說 入籍了外國 如果三年不回來就沒有投票權 諸如此類 不要說到你那個投票權這麼輕鄉才行 首先來說你這個選舉制度 已經分崩離斥了很久 自從2016年開始引入那個所謂確認書的制度 然後就找那些選舉主任 有理無理 就去取消某些候選人的資格 而你取消候選人的資格不是基於他拿不夠提名 或者是沒有交足選舉案件等等這些技術的問題 而是基於他那個政治背景 政治主張的審查 這一方面就已經是使得你那個選舉 根本上是有閹割的 部分人是喪失了他的被選舉權 他根本就參選不了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現在你還要搞這些什麼 住在大陸的香港人進行境外投票 這些完全就是沒有枉管 所有人都知道 是不是 香港的法例 只能夠在香港這個司法管轄區執行 你說在大陸投你香港的票 怎麼來監管 所有人都知道監管不來 你自己也知道 這些東西是兩個不同的司法管轄區 你不可以進行境外執法 好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這個選舉的認受性 以及公信力 也是大大的降低和打了折扣 因為你可以靠那些大陸投票來灌票也可以 你怎麼知道 有投沒有投都不知道 是不是 你說在香港始終來講 造假的機會率是很低的 因為首先 你那個票站裡頭這麼多人 有些是公務員 公務員也有些是黃絲 另外每一個候選人 就可以派一至兩個人去票站 在那裡監牆 從頭監牆到尾 早上七點開始 一直監牆到晚上十點半 都可以 造假的機會率是很低的 除非你學大馬 在票站上關燈 移形換影 當然 目前的香港投票 就未見到這樣的跡象和趨勢 所以現在 大家都知道 黃絲多過藍絲的情況下 一來你就壓後了選舉 索性都不去面對這個結果 因為一投你就輸了 好了 這樣也未止 現在你又說搞這些什麼大灣區投票 總之 就要把那個選舉結果 扭曲到對你心水為止 那就最好了 大什麼灣區投票 全世界的地方選舉 都不會這樣牽涉到 兩個不同司法管轄區的境外投票 怎樣進行監管 這隻葉劉就說 香港的執法機關 不能夠去境外執法 但是選舉舞弊的相關法例 就有域外管轄權 如果有相關證據 交到廉政公署 廉政公署就可以在香港進行檢控 問題就是 如果搞舞弊的根本上 都不是香港人 他一輩子都不會進入香港境內 那你怎麼抓他 怎麼告他 唉 他有建議 當局可以安排 退休法官 大律師公會的代表 核素師 太平紳士 或者人大代表等等 到大陸的票站 擔任觀察員 那些全部都是你自己人 浪費了 你一搞這個 什麼大灣區投票 境外投票 根本上你這個選舉的公信力 就是蕩然無存 說了 所以你找這個投票權出來說事 又說什麼非中國籍居民 三年之內不回香港 就喪失這個 那樣 麻煩你了 葉劉 沒有人會當你的投票權是一回事的了 首先 就已經 在那個候選人入閘的時候 下了一道關卡 就是說他篩完之後才到你選 這樣也算了 那你也要讓市民去選 我現在選又不選 又說押後最少一年 這樣也不夠 還要多個大灣區投票出來 唉 你搞得這麼辛苦 不如你索性就是要委任陰點 你陰點一群人出來 如果有六十個委員 你就陰點六十個人 七十個就陰點七十個 陰點完之後才進行等額選舉 那就保證是這七十個人當選 對不對 為什麼搞得這麼複雜 為什麼搞得這麼離譜 啊 真的是境外投票 全世界沒有牽涉到兩個司法管轄區 你找給我看 唉 好了 至於另外他又說到 這個入籍 非中國籍居民 如果三年之內 沒有回香港 就會喪失了居港權 你就拿這個居港權出來說事 這個葉劉 很簡單而已 三年之內不回來就喪失 今天三年之內回來就可以了 那些在境外的香港人 定時定後就乘飛機回來香港 啊 你吹嗎 那怎樣 你吊燒他的居港權 有很多人 就算移民了去外國 他本身都是香港出生的嘛 你怎麼吊燒他的居港權 真是 還有啊 以往幾十萬人啊 是不是 從六十年代開始 前副後繼 或者前仆後繼 移民去外國 去英國 加拿大 荷蘭 美國 哪裏都有 澳洲都有 不過那時候又不見你出來說這番話 現在又出來殺有介事 又說怎樣 就沒有了居港權 沒有了投票權 喂 很明顯你是針對現在 英國所推行的 BNO5加1政策 是不是 你就是要針對這班BNO持有人 你只是走來講那麼多廢話 喂 移民這些事情 以往都有的 是不是 以前移民潮 八十年代的時候 不見你出來說這些 那時候不見你說 那些人會喪失居港權 這樣那樣 浪費 還有啊 近來我就留意到 有不少那些社論 或者是那些評論人 就說 英國搞這個BNO5加1政策 都是各取所需的 英國也有好處 我覺得說這些事情 全部都是浪費 廢話來的 因為每一個人 如果他 要作出一個決定 是要移居到外國的話 他一定是以他自己的利益作為考慮的 就算英國政府真的歡迎來自香港的BNO移民 對於他來講有好處 那又如何啊 有什麼問題啊 喂 拜託你想想 以一個用家的角度來講 現在這個BNO5加1計劃 都是收你2500磅的簽證費 那已經是便宜了一大截 是不是啊 本來如果香港的普通市民要移民去英國 他就是要先交低一大塊錢 如果要投資移民的話 那塊錢還要紮住幾年 不能動的 那起碼來到港現在就鬆綁了 沒有這些這些 是不是啊 那是不是以一個用家的角度 就已經是賺了很多 對不對 當然 一個人你說要決定移民的時候 他要考慮很多事情 到底他有沒有這樣的謀生能力啊 或者是否適應等等 諸如此類 但是就不會說 想著到底我移民了去英國的時候 到底會不會英國政府有很大的得益呢 哪有人會這樣想的 這些完全就不是一個正常人的思路來的嘛 當然 現在呢 為什麼會這麼多這些輿論啊 社論啊 或者是評論啊 出來了呢 無非就是 好像要說服有一幫人留下 實情我覺得這些是多餘的 一個人的去劃劉呢 他就會作出自己最適當的決定 那個決定就是最適當的了 去也好留也好 就不需要那麼多人走出來講三講四 說三道四 一會兒的葉劉 走出來講這些廢話 啊 千方百計呢 就想令到有些人呢 啊 就是 被你嚇倒了 拋到浪頭了 那麼就留下來 實情呢 你根本上 不是怕著人口外流 是怕著資金外流而已嘛 是不是呢 喂 講來講去 你那個強積金 什麼時候才發還給那些人呢 喂 現在很多人走了啊 是不是呢 但是拿不回那塊錢 你什麼時候還給那些錢人呢 那些MPF 那些大譜 還有啊 這麼喜歡講這些 啊 又說什麼喪失居港權投票權 算我說呢 最好就是建議 特區政府所有高級官員 啊 包括那些的問責官員 啊 行政會議成員 和立法會議員 就不單止他本人呢 不應該持有外國國籍 喂 否則的話一隻二隻去做裸官 自己呢 就在香港大喊歌唱祖國啊 這樣那樣 五星紅旗 喂 然後自己的子女啊 老公啊 老婆啊 原來就入了外國國籍啊 那些人哪有說服力啊 最沒有說服力啊 就是那些林鄭月娥告訴你 叫你老公和兩個兒子 要放棄英籍啊 多少香港市民有這個訴求啊 不見你聽得到 又說香港市民有訴求 要在大灣區投票 你就聽得到 啊 喂 市民叫你老公和兩個兒子 放棄外國國籍啊 麻煩啦 一美在那裡叫外國 然後就拿著英國護照 又說是旅行證件 但他護照沒得去旅行嗎 真是殺案啊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